王翠霞 女42岁河南人初中学历 两年以后也即将面临毕业找工作 我想通过自己给孩子做个榜样 希望他将来走出学校大门 对未来充满信心 对人生有所规划 其次更重要的是 想通过舞台给自己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虽然我的文化程度不高 但从17岁开始 我一直不断地历练自己 我做过营业员 当过小贩 做过老板 从一个公司的促销员 做到地区销售代表 以及省销售代表的职位 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历练 造就了我认真负责 吃苦耐劳 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 我今天应聘的职位是 销售类 业务拓展类 以及招商加盟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四川 对 有点拼啊 为什么这么拼啊 因为吧 家庭条件吧 也是一方面 然后就是家庭呢 也是从这块付出的比较多一点 肯定是婚姻这块 对于老公这块肯定是不太负责吧 就是我们俩之间很少沟通 几乎不沟通 啊 沟通 对对 他的工资几乎都不够他一个人花的 怎么呢 因为他的工资刚开始的时候 跟他就是几百块钱吧 他比较爱朋友 朋友 仗义 对 比较仗义 对朋友比对你仗义 对对对 比家庭还要仗义 比儿子还要仗义 那感情好不好吗 嗯 不好 感情也不好 对 怎么呢 我们结婚十五年吧 反正是几乎就是 我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 他照顾朋友的机会也是比较多 那他管家庭吗 管儿子吗 很少管 也是你在管 对 你的丈夫完全没有做到 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对对 那你干嘛还跟他继续处下去呢 生活下去呢 因为我当时我妈的 就是我们家的交易思想 就是说好女不嫁二夫 不离婚 离婚是件丑事 对对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说孩子还小 当时选择离婚的话 对孩子来说打击挺大的 那现在呢 孩子多大了 现在孩子二十了 咱不挑事啊 客观的来说啊 您现在才四十二岁年纪 对 以前一直忍忍让让过来 家里都靠你一个人撑起来 对对 孩子已经二十了 你有资格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 如果一个男人不对你负责任 你可以自己对自己负责任 是的 这王翠霞以前挺苦的 你看他干过些什么呢 他推车卖过冰棍 对对 开过文体店 对对 曾经连续工作七十二个小时 对 而且他还曾经做过省内业务代表的销冠 对对 很不容易 这个女人都是生活逼出来的 是吧 你跟我们说说你当销冠的那个事 这是在2015年的时候 就是说我刚 我是从我们公司的一个促销员 做到就是三个月内呢 做到了我们地区的一个销售经理 是卖什么商品 我做的主要是体育用品 体育用品 哦 体育用品 然后就是说从三个月内吧 做到我们地区的一个业务代表 啥体育用品 所有的就是传统的吧 你像就是篮球啊 足球啊 包括文体店的 对对 是吧 主要是 你是地区销售代表还是 我这块做的是流通客户和一个商超客户 包括就是一个流通客户的新客户的 做批发 对 新客户的开发 它其实也是做企业的 对对 是吧 你是在你们那个团队里面排第一 对对 保持了多久 这个是第一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我们团队就是我底下有两个业务员嘛 我是负责就是说开拓市场或者是新老客户交接这一块 包括就是说跟客户的一个对账啊什么呀 反正是我做的挺全面的在我们公司 那你很适合斯凯乐呢 对吧 他那边你当时做的那个产品的话 其实你是做渠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是你有一个门店去批发还是打电话啊什么的 我们的总公司是在郑州的 你是找到那个就是门店是吗 找到一些这个做体育产品的门店 然后让他从你那进货是这个概念吗 然后你的产品是一个品牌的产品还是你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合店呢 我们是属于这个批发的批发客户 我寻求的目标呢也是第一是需要门口 第二呢也就是说附近的商超包括乡镇的商超 包括像这个批发市场啊 像这样的市场我去做 然后就是说我在寻找自己那个就是说潜在的客户同时 我再去把老客户给维护一下 他做渠道的 对对 他是发展那个批发市场 那些稍微低端一点点 他那个四级县级城市是吗 对对对 但他所谓的销售冠军 其实不能听那个销售冠军 是因为他只有两三个了 他在一个城市像一般区域的下面只有两三个了 其实就是一个团队在做 反正是有就是说有两三个业务员 因为我一个人维护河南地区的话是不好维护的 那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在那边的薪资是四千是负责吃住的 在咱们这边呢我也没敢多说也就是五千块钱吧 有地域限制吗 我这块是没有 因为我想着就是 孩子都大学了 对 我这块想着呢 等我们家孩子来了以后 肯定是第一首选城市 也就是三线城市吧 我就想着如果要是在北京的话是最好 能在这边北京等我儿子回来 那你到这来 你其实想做哪方面的销售 住店销售还是渠道销售 还是大客户销售 拓展性的吧 包括大客户这一块 好的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唯有才 杨荣你们也当干什么 人家可以做销售 我们是 因为其实我挺钦佩姐姐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公司是科技产品嘛 吉米嘛 我们卖的是无品电视 它要包含解决方案 你要去安装啊 幕布啊什么的 挺麻烦的 我会担心就是姐姐的这个 对科技产品的操作能力 可能会有些问题 你懂电脑吗 电脑这一块呢 我是稍微懂一点 也是自己自学的 投影仪会用吗 对 智能投影 现在还不太会用 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 可能需要学习 好吧 待会儿看嘛 看姐姐的表现 好 谢谢 天生唯有才准备了什么呀 王姐 那你没准备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她性格评估吧 老郑 她的性格是这样 外向 很明显的外向 在之前做各项生意 都是做得还是不错 以人性 静责性 和情绪稳定性方面 还是中略高 还是表现不错 喜欢接受挑战的 以及呢 这有一些创业 类型的一些工作 她这个挑战这个科目啊 就像她这个年纪 有这么高分的 真不多啊 因为她缺少一些 专业的训练 但销售能力很不错 这个是各位老板 要注重的 还有一个就是 吃苦耐劳 这点呢 是值得点赞 好 满意 翠霞 其实就虽然初中 但是我感觉 综合能力并不差 我觉得做销售 应该是您很好选择 选择一个力所能及的 对你的这种 局场的其他能力 要求没那么高的企业 应该是发挥不错的 好 谢谢 我觉得可以让她 以斯卡勒的产品为基础 做一下渠道拓展 来试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好呀 非常好 你出个考题吧 如果说 图老师 是现在已经经营了 恩多哥卖场 我们想让图老师 做斯凯勒 但他现在正在经营 像North Face 哥伦比亚 这样的品牌 然后你去找他 我是一商超 对 他不是商超 他是一个零售商 我有商超 我有商超的资源 然后他有商场的资源 就是一线商场的资源 图总是这样的 我是斯凯勒户外的 听咱们这块人说 你这边特别有这个规模 所以来拜访您一下 对 你到底什么目的 我想把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斯凯勒的产品 想进入咱的卖场 就是说看看咱有什么条件 你说小花那的是吧 对的 小花跟我谈过这事 但你们不愿铺货 是这样的图总 虽然铺货这是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的商品 只要进入你的卖场之后 肯定比其他商品 要同行业上面来说 肯定要增长 给你能增长到15%到20% 我现在下面的产品线很多 那我就想问一下 咱这边的商品 整体来说 它可能是 因为不同品牌 它可能顾客需求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想让你考虑一下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就是不希望自己花钱 你们铺货我就干 那是这样的吧 首先我这边可以给你铺货 但是结算模式 是45天的一个结算模式 然后就是说你卖出来之后 我这边就是把这个铺货的 钱再收回来 是这样的 能不能长一点 这个我可以给我们 那个曾总申请一下 那我跟我老婆申请一下 行 那要不这样吧 我们在北京 有一个订货会 希望你能参加 我要去接孩子了 那这个不要紧 不是让你现在去参加 而是在订货会 就是说 这个月的是28号 然后希望你来去参加 你觉得怎么 标杆倒还是有 但可能就对我们这套体系 我觉得进行一下 培训就没有 他给我来了一个45天的 对 但是这个 我不知道是你没听懂呢 还是说对这方面 不是很了解 其实我说的是 不让你给他铺货 你45天 其实就已经把货 铺出去了 对 所谓不铺货 就是要现款先货 是要他先打钱 咱们再发货 这叫不铺货 但我觉得总体表现还好 就是同 我觉得还是有潜力 对于销售这一块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 完全表现出自己的优势 好像就是说 没到那个现实当中去 只是一个模拟现场 按平常的话 我的销售比现在 要表现得也好了很多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谢谢陈壤了 让我们直接进入 弹琴不传感情 来 职位 那个 祝祥我是觉得 加入斯凯勒之后 一定会让你更年轻 这一点是肯定能做到的 给你的岗位就是渠道拓展 然后底薪呢 就按你说的五千 然后再加提成 好的 然后有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这薪资还满意吧 挺好的 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 我们有宿舍 你可以先前期住在宿舍里面 好的 谢谢 好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好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斯凯勒或者是希希再见 你的选择是 斯凯勒 来 去吧 首先吧 还是感谢张总给了我这次机会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容易跟别人沟通 也喜欢就是跟别人沟通 销售这一块呢 也是我自己想要做的 因为我能在销售当中体现出自己的那种收获感吧